当初同时从巴宁斯买了六颗小苗 这颗万代兰小苗昨天出镜了 其他五颗也很久没出镜了 它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很多 所以今天就打算让那五颗也露一小脸 当初来的时候六个小苗是差不多大的 但是现在差挺多了 这是万代兰的签 这是一颗卡特兰苗 大叶子都是新长出来的 看当初那个小叶子 就是下面那个很小的叶子 就是当初来的时候那小苗 比当初长大好多 六个小苗刚买回来的时候 曾经做了一期视频 那是第三十九期视频 刚买回来那会是五月份 天气有点冷 所以一开始六个小苗都是养在室内的 后来天气暖和之后 有两颗拿到户外了 就是万代兰和仙人指甲兰 两颗卡特兰 两颗石壶 本来一直都是挂在这个梯子上 留在室内 光线是足够明亮的 但毕竟是室内 人不在家的时候 窗户是会关上的 通风就应该没有直接放在户外更好 所以有一颗石壶的叶子就不大好了 所以我看到那个石壶的叶子不好之后 我就把这几颗挪到户外了 这只是最近刚刚把它们挪到户外 看这颗石壶 这个花茎已经长这么长了 我其实应该给它做个支撑 挂在梯子上的这四颗 其实常常会被我忽略 因为它们用的是水苔 很长时间才浇一次水 以至于这颗石壶 我说的叶子不好的石壶就是它 你看它有很多白白的东西在叶子上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可是你看它长这么多我才发现 除了叶子上的白色 有几片的尖还有点发褐色 所以我把它们的尖就剪掉了 我其实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但是兰花的很多病 都是跟通风不畅有关系的 所以我马上把它拿到户外去了 关注了几天好像没有再恶化 尤其新长的叶子上没有 我就先放户外继续观察着吧 这是那颗仙人指甲兰 自从给它放到这个木头盆里以后 我就发现它超级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明显的它长的速度就加快 而且那个叶子宽了不少 之前小苗的时候你看那小叶子 窄窄的一点点 新长的叶子就宽多了 而且也新长了好几条小根 而且那些根还特别喜欢这些木头 能看到吗 有些根直接就长到木头上了 万代兰的小苗我也是给了它这么一个木头盆 也是希望它把根长到木头上 但是万代兰的根就没有长上去 不知道是因为万代兰挑剔 还是它更喜欢自由 叶子上的这个黑斑是晒伤 是跟那颗万代兰小苗同时晒伤的 不过它的位置还好 只是叶胶 那万代兰小苗就晒到了花茎部分 差点我都以为它要牺牲了 还好缓过来了 我把这六颗都摆在这儿 比比个子吧 这么一比就只有万代兰小苗 还真的像个小苗 其他的看着都挺成熟了 也是时候把它们放在户外了 之前是我忽略了 还好 现在的温度 它们还能在外面待些日子 好 六个小苗就看完了 接下来再看看这个 眼熟吗 是老朋友了 就是那个菠萝叶子 真的就是当初那个菠萝叶子 这个叶子是水培的 只用了水 连肥都没有给它用 而且水我也不给它换 没了不够 我再给它添点 上面这些比较漂亮的叶子 都是后来新长的 根儿也不错 下面的这些叶子 当初很硬 不好清 我也懒得清 就把它泡这儿了 现在烂成这个样 很容易的一揪就都下来了 已经积攒了这么多的烂叶子 我还没有揪 两个原因 一个嘛 大事因为我懒没有揪 还有一个原因 我在想说 这些叶子腐烂 也许会是肥吧 所以刚好 一举两刀我就没揪 今天我就把它们都揪了 所以看到叶子 半半点点是因为沾了水了 看一下下面 叶子烂了之后 真的很好揪 轻轻一揪就下来了 这颗菠萝绿纸 分别在六十八十六 一百二十一 出过境 如果家里有地方种 像这样已经长了根儿的 可以埋到土里 未来会接一个菠萝 菠萝顶上又会顶着小叶子 把那个小叶子切下来泡到水里 又会长根儿 哇 子子孙孙 无穷尽眼 色装的 词 躁 要 词 你 颈 通知 是 我 我 也